请收看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凌三一会万年灯 四八大愿照光明 王蝉老祖 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某无量寿妙至圣 王蝉老祖 师尊 王蝉老祖 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过分室道堂 过教室 代表 玄世同修 各位法师 讲师 以及各位十方算之士 九九法会谈诚上 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朱灵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九百一十七位天子 帝王 宗宏朱灵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秦朝时候 帝王 东渡日本 五百同男 同女 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 朱灵灵 在三组战争 赤油 后衣 北宇 韩国 朝鲜半岛 以来环雄 以来一百九十五位天皇 总统 朱建灵 三千七百六十四大小战争 王鼠怨陵 及世界八百一十六四大小战争 王鼠怨陵 当下各位我们府上历代祖先九旋七族 朱祖陵地基族 吴远祝世英灵 各位的礼节燕心寨族 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 当下我们是在维新圣教 禅吉山宣佛寺全罗禅堂 今天已经 就是十月二十七日了 我们继续来共修 讲解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玄之又玄 空中庙有 我们的玄不是一般 社会大众修行的人 所说的神秘兮兮兮的玄 就告诉我们宇宙之间 大宇宙之间 我们所有的万生万物都是在尽条河 就叫为选 相互引力 有时候我们坐飞机到美国的时候 我想一想 假如说地球掉了 我这一趟飞机不知道飞去哪里 你怎么想到我 你怎么飞下去了 地球掉了 飞不渐去 地球存了 飞机不知道飞去哪里 这个就是很玄了 那玄在哪里 玄在地球为什么不会掉 一个圆脸的在宇宙之中 它不会掉那么重 这就是玄 所以玄之又玄 就是地球周围有九大行星 还有宇宙虚空很多很多的恒星 银河星序的引力把它接起来的 牵引的 所以相互的调和相互的吸引才不会跑掉 那么我们人在世间上也是一样 人与人之间我不能没有你 你也不能没有他 他也不能没有他 他也不能没有我 大家共同所维持的一个受惠 也是一个家庭 一个所有受惠 一个整个的叫沙坡世界 沙坡世界 叫做沙坡的世界 不然你怎么沙坡 沙坡啦 叫做沙坡世界 所以这个叫做玄 尤其太阳 是什么太阳有发出光 我问了好多位 研究科学的 电子学的 还有各种学的 我说请问地球是什么元素 哪些什么元产品 为什么会发出那么强的光来 诶 真的很悬耶 你怎么想到啊 哦 所以我相信 在座的同修没有想到 而且在我们这类 谈成座上也列祖列宗三界万灵 你们在宇宙西空飞来飞去 你们也没有想到 太阳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都是玄啊玄啊 太阳里面是空空的 里面没什么物体 但是那个光怎么来 真的很悬啊 所以在这王产老子玄妙真心里面 都可以很清楚的 给我们找到答案 这答案呢 在我们慢慢讲的时候 会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继续 昨天所开示的 昨天以前呢 这个所开示的 老产老子玄妙真经 尤其我们七十二天师 还有八八六十四卦 每个人的命卦 命卦的真意 哎呀 妙之要妙啊 空中妙游 你说没有 事实上就存在啊 这个有日早上 我们一位师兄 这几年来 事业做得不是很顺利啊 那在过种的烦恼啦 早上告诉我的叔父 他的爸爸的墳墓 这个已经塌下去了 人家告诉他怎么办 我们的祖焚塌下去了 不是灾就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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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病 你赶快要把它 K斩 把它捡骨起来 安放在铃骨塔 公家的铃骨塔很安全 所以要这个叫玄很玄 又是很妙 你说没有吗 又空中妙游 这个例子呢 过去我们好多位师兄 同修信众 祖焚塌下去了 塌下去了 家里的孩子 或者家里的人 车祸马上来 横祸马上来 所以赶快去捡起来 找一个普通的时间 没有煞气的时间 你把它捡起来 捡起来你才能平安 才能平安 大小平安 你才有心静下来 你才能谈修道 不然你再怎么修也修不好 做事业要做好也是很困难 这都有年代的关系 本身我就有经验了 我为什么今天走这条路 我现在七十一岁嘛 二十六岁开始呢 我自己做事业了啦 但是家里非常不平安 非常不平安 那我就 有一年测量碰到一位 我去测量的一位 一个家庭的老先生 我进去那边讨个茶喝 他才告诉我 他的房子是南一位先生 帮他定的方向选的位置 那就告诉我 我才去苗栗 去拜访一个邱志堂大师 邱志堂大师 第一次我去 没有看到 没有碰到 第二次也没有遇到 因为邱老先生 很多人找他去帮忙 看房子 看工厂 看祖坟 第三趟 去了 才碰到 邱老先生在家里 刚好有两个家庭 两位 两对夫妻 在问邱老先生 邱老先生 看到我去了 还有一个 跟我一起去的 纯建筑书 他说 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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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来啊 我在台中来 好 那么 你请坐一下 那就赶快 端两杯茶给我们喝 我们很抱歉 那 他就坐在那边 有一对夫妇 拿了日课 儿子结婚的日课 给他看 给这一位 给邱老先生看 邱老先生呢 就问他说 哎呀 这个日子不行耶 这个日子 会上吊耶 会上吊 哇 这个两夫妻呢 妈的 哭出来了 他的儿子 结婚了 第二天早上找不到太太 他也找不到媳妇了 结果呢 早早早 在床下 自己用红织带 红织巾自己 绑死了 怎么会睡在 死在床下 哦 这个正真妙耶 邱老先生 你看 学习 看日课的先生 害死人了 不懂 不懂耶 一生一死 只是一个人 啊 你知道害死 是一家人的悲哀 风水 哦 那时候我就 这邱老先生 这日课呢 非常 好奇 哦 那邱老先生 就安慰了啦 之后呢 这两个 一对夫妻走了 就换了 另外一对 又拿给他看 哎呀 这个日子啊 会恨死啊 啊 正是废的日子 啊 是废你们都有 哦 这个日子 还会害死人呢 哦 这个恨祸 哈 啊 两夫妻又哭了啦 很可能哭得更惨了 说他儿子 也媳妇 他们结婚 哦 这个 当时都请计程车嘛 啊 做新娘车 很早以前 到苗栗 铜楼 那个 中贯县的火车 啊 这个到 啊 这个车子 过去的车子 抛锚 吸火 在 铁轨上 哦 在平交道上 进退不走 那火车很快来了 撞了 儿子媳妇全部撞死了 哦 真的是很妙耶 又很弦 这种日子那么厉害 所以那时候来 我开始 我决定要跟邱老先生学导 学习看日子 和风 学风水学 好啦 我就跟邱老先生 约了时间去看我家的风水 我家的风水 第一个风水做卯山有像 在半山腰 半山腰呢 邱老先生楼盘一格一下 哈 这个里面的水有七分耶 我哪有可能七分 然后不相信 你们再看 以后挖起来就知道 这个 雪光连连啊 不是光光火坑 灰坑 毛是天 天圆 夹是地圆 天不间地 所以 变成火坑 哈 就来说 这个先生害死人 好 那么再 下来又看一个 另外一个祖魂 那这个也是 这个头啦 祖先头已经向后转 里面而且有水是向后转喔 书拿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呢 他拿出来给我看嘛 我问他就来说 为什么 前面一队上一个高压的铁塔 看铁塔呢 人虽然死了 骨头是活的 他会向后转 不敢看铁塔 向后转 喂 这这么玄吗 那过了几天看日子 就我爸爸 请人把它挖开了 因为很不平安 两年开到开五个很不平安嘛 所以就按照日子 最上一个挖起来 水真的七分满 七分的水 金坛里面七分 下面那个挖起来水也七分 然后头向后 向何转 不是向前转 喔 我这个 那时候我这毛骨悚然 我爸爸说 喔 这位先生这么厉害啊 那我就 找时间就一直跟邱老先生学 一些亲朋好友啦 啊 因为我做测量嘛 有一些官联的 不平安啊 家里不平安 就带邱老先生去 帮忙看 看到结果呢 都是很正确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学好 而且我懂的时候要补传 那个选日课的日子啊 有一天邱老先生 他看我很喜欢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咧 他就看我有这个信心 考验考试 把我考试考验 考了 他认为 诶 这个孩子 好像还可以 看性的换 可以提拔 喔 那就 啊 张先生 这本 日课 选日课 董公择日玄啊 他说 就是从日本 徐福 当时2350几年前 徐福 传到日本 啊 日本然后 传到台湾总督府来 建设一个 他的建筑书流过来了 他接了这个法 啊 董公择日玄 啊 告诉我说 你回去自己读看看 啊 那天回来 我的三更半天 回家就开始一直操 操到 整天晚上都没有睡 啊 操到 第二天早上 快九点的时候 啊 我才操好了 现在你们那个董公择日玄 我是用操回来的啊 哦 偷操的啦 哦 我跟邱老先生 还给他 邱老先生 丢先生 你操完 他问我操完了 没有啦 我说 啊 谢谢啦 不好意思 我去不去 我用操的啦 哦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他说我 稍微跟他的师父操的 有其师父 必有其徒子 啊 因为有利益大众嘛 哦 女士 这次旅艳啊 真是空中妙游耶 真是玄之又玄 所以一路走来 还有那个二十四三相 那个 那个挂位 六十四挂了 杰伐 吉凶霍福 那本书呢 我还以为你把他操来了啦 啊 操了咧 啊 那再过了 差不多一两年以后 秋老先生再给我看 我再用操回来 操来啦 结果 我用那个 就有记起来啦 到现活室 搬来这里的时候 奇怪 你们一位师兄 比我更高 他不操 干脆把整本拿走咯 所以那本现在没有了啦 还好我都记起来 我记起来的 我一面讲 一面看了 一面教各位课 一面也帮告诉各位 所以你们要好好学 啊 这个疫情风水学 从徐府的时候 两三百五年前 五十多年前 徐府东渡日本 那时候鬼谷子 是我们的书 现在的脑子嘛 啊 交代徐府要东渡 把 那时候秦始皇 开始被去乌兜 被 魂书坑儒 哦 所以就把 这个诗全部会毁掉 妙法要没有毁掉 哦 所以 徐府就把这个 带到日本 日本一直传到现在来 我把这个法接过来 空中庙游啊 所以各位同修啊 你们要好好珍惜 我会了各种辛苦辛苦苦 把庙华 把它找来 而且呢 经过各种的印证 没有错了 我才传给各位 所以你们学这个道 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然后就可以 帮助他人嘛 这就是空中庙游 旋之又旋 这个也是养生之道耶 所以 养生呢 不是只有我在那边 每天吃 早上 几点到几点吃这个药 哪有吃这个哪有吃这个 哎呀 以前我一个 朋友的舅舅在彰化 民国65年 一波经济 房地产 风波那时候 他呢 舅舅赚了很多钱 赚了钱就怕食嘛 怕食呢 就请营养师 跟他调这个药 食食品营养 两个小时 要吃什么药 一天大碗都在吃药 哎 吃不到半年 半年死翘翘 这病发生的来 原来很健康耶 哦 什么养生的呢 养生的啦 结果 半年死翘翘 因为你原来 你的体内养分 就这一些就够了嘛 结果 你无中生油啦 怎么样 哇 放进去了 变成 你知道吗 混化炉 变成落寿肠 落寿堆 哦 我们的身体 不能当落寿堆耶 那你要怎么 养生 学医经啦 大家学医经 身体健康 摇动 吃下去 摇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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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体质啊 绝对会 改变体质 晚了 后后呢 把体质改变派 改变体质嘛 对不对 那 比如说 玉了 我们 台中道场 还没盖的时候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一位师姐 非常 对师傅很好 很礼敬 他就买了 送了一罐 那个 长生不老丹 送给我 哦 我就是拿了一张纸 写到 秦始皇 四十九岁 死翘翘 啊 啊 叔父现在六十一岁 你 我告诉我们师姐 你送回去给他 啊 你看打开看看 啊 打开了 叫做什么 秦始皇 长生不老丹 哎 秦始皇 四十九岁 只笑不笑耶 哦 还六十一岁呢 那时候 那谁比他长寿 联永 上来一切 天归空空中 不得下 残身起理 灵归满天 岛 野贼 燴仲 胖 穿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